中药南北货是大稻埕传统特色产业 为了活络商圈发展并形塑商圈特色 台北市商业处辅导台北迪化街商圈发展促进会 举办本草派对活动 今年首度以本草拼场、天台派对、夏日船宴三大主轴 串联13家街区船产与新创店家 结合老屋策展与游艇火花 并与饭店及多家餐饮品牌合作 共同行销大稻埕的产业特色 本草派对其实它就是透过这个 我们很多的餐饮的设计 还有很多展示跟体验活动的创新 我觉得可以说是相当程度很成功的 把我们这个我们大稻埕地区的这个 汉药跟南北货的产业意向 做了相当程度的这个翻转跟改变 那透过传统跟创新的一个结合 那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有更丰富的 这个消费的体验跟文化的这个体验 那同时我想尤其我们年轻的这个族群 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认识到 我们大稻埕的这个产业特色 那过去两年我们是因为疫情关系停办 那今年很高兴看到又回归来举办 非常地令人期待 那特别是今年哦 跟我们市政府官船局的这个 大稻埕的夏日节 一起来串联结合 我说我相信今年会带来更多的人潮 那特别是刚刚也有听到市者的介绍 今年我们这个参与我们活动的这个阵容 我们的企业店家更加的这个精彩跟丰富 有这样的合作伙伴 你们一起来这个参与 我相信是一场这个结合产业文化科技跟观光的一个夏日盛宴 其实我们希望说 让我们的传统产业可以慢慢转型 让年轻朋友可以知道说 中药其实没有这么复杂 他可以进入到你的生活进入到你平常的饮食 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你可以动手做 都可以做出简单美味的料理 那你在家里煮奶茶 在家里煮热红酒 煮各式各样的一些茶饮 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可以进补 这简单的方式 可以让他觉得说 让他更熟悉更年轻朋友 现在新一代知道说 中药行以及中药台以及南北货 对我们的生活上大大小小饮食上面 其实都有息息相关 迪化街商圈理事长徐庆奇表示 本草派对透过转化和药南北货意向 设计创新的餐饮及观展互动体验 除了翻转传产印象 也带动传产创新与文化永续 整个的活动带进我们的传统产业 包括中药南北货 这是我们最大的目标 我常在讲 整个我们的商圈 敌发商圈的话 新的产业我不怕 因为年轻人的 我会点子特别多 怕就怕就我们的传统产业 传统产业不要吓 大家老闆都要走 我这段年纪 都要60%以上 都有很多 包括 行销各种方面都比较没有办法 包括我们中药 真的 我常在讲 我们中药人 很高兴 都没有行销 所以我们这一次 有这个机会 商圈刚好有包括 市政府给我们支援 给我们机会 来把整个的传统产业 来做一个行销 把它推上给 我们的民众知道 活动延续行销 大道成传统产业概念 透过视觉设计 空间策展 以及表演艺术 为本草派对 打造更具风格的样貌 因为我觉得迪化街对我来讲 很像是一个千年女友 她还在这边活了很多年 然后把它拟人化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名模特儿的头上 他会有很多就是 灵芝啊 就是蒜头啊 南北货啊 然后包含他可能头上 这些彩妆的部分 也全部都是用我们的一些 可能就是当归啊 或者是不同的东西 去组合而成这样子 所以就很像是 他把我们祖先 留给我们的智慧果实 在头上是作为一个 就是我们智慧结晶的象征 掉落凡间 变成一道一道的料理这样 所以在眼前这样 所以在头上掉下来的 每一位跟在地的汉药店啊 然后我们的就是 发餐的料理 就是结合成为 就是一个我们的 这个本草派对的世界观这样子 2023本草派对 三大主轴活动 邀您一起以时间入药 发现大稻成的本草灵魂 记者林锡慧 台北报道